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首先当然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资讯啦 Square Enix这段时间发行的游戏 虽然评价并没有达到玩家的预期 不过三角战略还是非常好玩的 但质量不行的巴比伦的陨落 和课金争议的Chocobo GP 都让玩家对Square Enix提出了质疑 然而就在几天前 Square Enix就丢下了一颗震撼弹 官方在王国之星20周年纪念活动中 公开了手游王国之星Missing Link和王国之星4 对粉丝来说绝对是非常大的惊喜 手游Missing Link的预告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玩家将会自制角色 而不是扮演Sora 而且游戏将会采用竖屏玩法 并将会在今年进行封测 只不过只有部分地区可以参与测试 至于王国之星4 才是活动的重点 打开全新的篇章将世界观带到了现代 而且预告片后方还出现了神秘的声音 袭击唐老鸦跟高飞狗 从一开始的蓝色火焰突然转红 让玩家不禁猜测是不是迪士尼的哈迪斯 而游戏目前也正处于开发阶段 离发售日还有一段时间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玩家的声音 一些玩家真心希望四代不会让他们失望 一些则好奇究竟会联动什么迪士尼的IP 还有一些则担任侦探 希望可以在预告片中找到蛛丝马迹 结果还真的找到了 有玩家就发现到了其中一幕 出现了一个机械人的脚 这个脚的形状 跟星际大战的机械侦察机相似 而且森林的场景跟星际大战的恩多很像 让玩家们相当期待星际大战加入王国之星 说到星际大战 上个星期推出的乐高星际大战天行者传奇 上次短短几天就拿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还一度打败了爱尔登法环 登顶本周销量排行榜 游玩人数更是高达8万名玩家同时游玩 成为了星际大战系列有史以来最好的上市成绩 不仅如此 日前EPIC也宣布将来跟乐高成为长期合作伙伴 想要一起打造一个给小孩子游玩的元宇宙 希望能给他们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 就在前日 乐高背后的公司Kirkby和索尼 各自投资了10亿美金给EPIC GAMES 希望能够借此构建出一个有着良好环境的虚拟世界 难道我们真的要扮演乐高的角色在虚拟世界中游荡了吗 玩家们你们对于宇宙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接下来就跟玩家们分享一下电竞实况圈的消息 早前就有跟玩家们说到 Holo Life的死神在Jump King拿到了7分56秒的speedrun记录 如今排在了世界排行榜第550名 然而在上个星期 Holo X的Kazama Iroha 逆拟就打破了死神的记录 拿到了7分35秒的成绩 排在了世界排行榜第528名 而他前一天才在死神的生日直播中 表示要打败死神的记录 结果他在隔天就做到了 会飞烟走壁的忍者 不然是名不虚传的啊 那么快就打破了记录 此外 来自闪电狼战队的台湾炉石战技选手 Tom60229 也在前日宣布退役 结束他那长达7年的职业生涯 Tom于2014年加入闪电狼 拿下了不少的奖项 更是在2017年的HCT世界赛拿到了总冠军 Tom之后也发文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表示在离开闪电狼之后 也不会继续实况游戏 或者是参与比赛 但如果未来游场商给出有趣的工作 他也愿意去做 希望退役之后的他可以变得更加的好 再来玩家金蜜曾经介绍过的实况组 Iso Speed 日前在直播中玩特战银豪的时候 就跟队友骑了冲突 展开了骂战 Runner Speed突然听到了另一个队友是女生之后 便开始辱骂他一顿 说有女生是不是在跟他说话 叫他回去帮劳工洗碗 这一番言论很快就传到了推特 被实况主和YouTuber纷纷谴责他的行为 而前eSport Talk的主持人Jake 也在推特表示 身为YouTube最受欢迎的实况主之一 说出这样的言论 却会被粉丝们追捧 这一番话也引来了特战银豪的游戏制作人之一 Sara和YouTube的游戏内容创作主管Lester 纷纷回应 前者表示将会进一步处理Iso Speed 把永久封进特战银豪的惩罚 扩张到永久封进Iso Speed 禁止游玩拳头射的所有游戏 后者则表示正在处理 虽然之后Iso Speed有立即拍了道歉影片 并在影片中说到当时的情绪不是那么的好 也说自己常常在游戏中受到种族歧视的言论 但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大家的原谅 而Jack也说 他知道Speed年龄还小 但Speed身为一位有着庞大观众的影响者 实在是不应该这么做 Steam作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平台 虽然有着非常多玩家在使用 但相信有很多玩家都不会去用Steam的所有功能吧 大部分除了逛商店以外 最多的就是跑去创意工坊 或者是去看游戏的评价而已 可是呢日前就有一位叫Mr.B的玩家 在指南的列表上传了一个内容 指南大部分都是一些攻略或者是教学 但这位Mr.B 就把艾尔登法环里角色的裸足 做成了一个相片合集 他将每个角色的裸足罩都放在了列表中 还把角色名字都列得一清二楚 获得了玩家们极高的评价 还拿到了五星好评 排在了最高评价排行榜的第十一名 主控的玩家们也可以前去朝圣看看 说到了艾尔登法环 玩家最喜欢的BOSS之一 拉塔恩在之前就遭到的官方削弱 让玩家们纷纷表示哀悼 虽然拉塔恩的BOSS在难度并不是最出色的 但他的角色魅力 故事和那流星坠落的招式 都还是受到不少粉丝的喜爱 而就在最近 官方就将拉塔恩被削弱的部分重新BUFF了回来 再次成为前期新手玩家的挑战 但是呢 他都还是无法逃过外乡人的卑鄙手法 日前一位玩家就在Reddit分享了自己的外乡人打法 就是在拉塔恩二阶段跳上天空的时候 赚在海岸的边缘等待他使用流星坠 而当他冲向玩家之时 拉塔恩迎来的不是华丽坠落 而是直接坠海死去 接下来就要跟玩家们分享一下POPP Playtime的新闻 日前英国警方就向家长们发出警告 要求家长们不要给小朋友观看有关Hagiwagi的影片 原因是因为Hagiwagi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玩具 但实际上是一个恐怖怪物 加上Hagiwagi在网络上爆红 不管是YouTube还是TikTok 都能看到他的踪影 甚至还有可能会因为YouTube的演算法 而导致Hagiwagi的影片 出现在YouTube Kids中 而且一位叫Tri Heart Ninja的YouTuber 也曾经制作过Hagiwagi的一首歌 叫做Free Hugs 这首歌如今有着将近500万的观看量 虽然歌曲听起来很轻松 但词却非常的诡异 像是我会永远抱着你 直到你吸下最后一口气 但凡看过POPP Playtime的玩家都应该知道 歌词都在说Hagiwagi的特色 并非故意误导观众 所以之后那名YouTuber就在留言区澄清这件事情 当然啦警方也不是要谴责Hagiwagi这个角色 他们主要是为了避免年龄小的观众 观看这种不适合自己年龄观看的恐怖东西 担心会误导小朋友 所以才劝告家长要注意孩子所看的影片内容 毕竟曾经就有掀起了一波爱沙门事件 和杀人小丑的事件了 早在2020年 制作拳皇越南大战的公司SNK 就被一家叫Electronic Gaming Development Company的游戏公司 收购了33.3%的股份 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但就在近日 该公司选择持续收购 让自己的股份提升至96.18% 将近全资 这家EGDC的背后 是属于沙地阿拉伯王储 穆罕默德的基金会Miss Foundation的 可见阿拉伯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ACG产业 有着多么大的兴趣 毕竟他的公司除了有着SNK的股份以外 更是作用Nexon和Capcom 5%的股份 还投资了EA Take-Two等游戏公司高达33亿美金 不久前战神的首席破坏效果的艺术师 在推特就发了一则推文 让玩家们纷纷感到好奇 影片是他4岁的女儿在玩战神 但他就有说到 他很爱玩新游戏 但我无法公开那游戏的画面 所以我向你们展示他玩前作的样子 而且他很喜欢那部预告片 我就和他说一起玩吧 很明显的 所谓战神的星座 代表的就是即将推出的诸神黄昏 虽然诸神黄昏到至今都没有公布发售日 但在之前开发团队就有说过 将会在今年推出了 如今加上这则贴文的暗示 或许诸神黄昏已经到了可玩的阶段 只剩下打磨优化要完成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四岁就能玩到全世界的玩家 都没有办法玩到的游戏 玩家们肯定相当羡慕 游戏食谱作为一个游戏产业 不那么知名的文化 相信玩家们都应该比较陌生 一位叫Victoria的女孩 是专门为游戏撰写食谱的作者 她曾经就推出过《最终幻想14》 《快打旋风》等主题食谱 在自己的网站也会分享各种各样的食谱 像是人中之龙地狱炖肉 或者是审判之士DLC 测的茶等 然而日前Hello官方就宣布了 将会推出Hello主题的食谱 并由Victoria来撰写 但这个举动迎来了职业选手们的嘲讽 表示工作室不做好游戏 反而跑去做食谱 觉得相当可笑 可是也有一些玩家却选择他们 表示食谱根本就不是工作室负责的 不可能因为一个食谱 导致游戏的开发停滞 或者是变慢 就这样 双方在留言区小潮了起来 刚刚就有说到了炉石战绩 炉石战绩日前上架了一个钻石卡 引起了玩家们的谩骂 钻石卡主要就是比较美 有着特殊动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那张名叫德雷克塔拉的钻石卡 虽然可以用游戏的3000金币入手 但是如果玩家要课金购买的话 需要花费25美金来购买 一张卡25美金哦 不是一个卡包25美金 这个价格在被玩家们放到Ready之后 引起了一阵讨论 玩家们纷纷表示无法接受 玩家们你们觉得一张卡25美金 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入手呢 最后就来跟玩家们速报一下游戏资讯啦 首先上个星期举办的虚幻引擎 无发布会 就宣布了Crystal Dynamics将会使用新引擎 来开发古墓奇兵的新作 并公开了使用虚幻引擎5开发游戏的合作伙伴 除了PlayStation、Xbox、2K等大公司以外 当然也包括了自家公司腾讯 或者是游戏科学啦 可见阵容是有多么的庞大 当然虚幻引擎5在发布会上 也向玩家们展示了次世代的画面 跟引擎的强大 希望有更多的工作室 在未来能够透过这个引擎 打造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接着 Remedy工作室和阿兴日前也达成了协议 将会重置江湖本色 马克思佩恩的一代和二代 并由Remedy来操刀 在Remedy的公告中也透露 将会使用自己的Nordfly引擎来开发 而且内容和制作都会是以3A规格来打造 究竟能否重现经典 或者是变得更好呢 玩家们就只好慢慢的等待吧 昨天就有一位玩家在Reddit上表示 自己有机会可以为小行星取名字 并选择了Yoshida Naogi为名 也就是最终幻想14的制作人 吉田之数 会取他为名是因为他认为 跟最终幻想14 And Walker纪录片的主题很贴切 而该小行星也正式收录在了NASA的数据库里 鬼灭之刃活着神学风坛 日前宣布将会以付费DLC的形式 最佳游锅片的角色 最先登场的会是英柱 之后分别是继肤太郎 舵鸡兄妹俩 和游锅片形态的主角团 跟鬼话的米豆子 不 天原的三个老婆呢 早前国外媒体IGN在Buff塔结束后 访问了星际艺工队的配音员 当访问到格鲁特的配音员 Robert Moncombe时 才发现到他一共配了1634的I am good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又很煎熬啊 最后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则背报吧 2020年特战银豪刚推出不久 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影片 影片的男孩江Jet 误认权了Stitch 不断地大喊Jet复活我 而这个影片也成为了特战银豪的传奇迷因 然而就在前日 这名大喊Jet复活的少年不幸去世 社群玩家都纷纷替他哀悼 更是有玩家希望Jet真的可以复活他 Rest in peace 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202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